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燕榮老师 那么今天是9月12号 那么燕榮来跟大家分享 4583的精锐所复制的这个精锐第二 目标有70%以上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加LINE进来留言 4583加上电话 或者是4583加上LINEID 来跟上燕榮老师的行列 那当然今天我们也顺带来跟大家追踪 跟大家分享 那么以下这六档股票 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呢 5443的均豪 以及2382的广达 3481的群创 3189的景硕 8070的长华 以及6442的光盛 到底这些股票是便宜还是昂贵 什么地方才可以买才有大利润呢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谢谢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榮老师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 燕榮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 尤其很多观众朋友们 看到最近每一天都是开高走低 很多人对今天的盘市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疑惑在 那么会担心 很多人在询问说 老师那大盘今天的这个走势 好像没有开高 有开高但是没有走很低 那台股在今天的这个走势 跟前几天的盘市 好像不太一样 那到底这一次是长真的 还是长假的呢 我想这是今天很多人 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燕榮老师 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对于今天盘市的一个看法 谈到这部分之前 我们先来跟大家做节远 那么怎么样节远 为什么要来节远 尤其最近这个盘 那么整个盘市 最近的盘市整个起伏相对比较大 那我们也看到市场上很多投资人 可能对这个盘 那么会有些疑虑 那甚至呢 手上报的股票 可能是天驾四万 又惹背 所以呢 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个 你可以信赖的人 或者是信赖的粉丝团 所以今天燕榮老师 其实希望可以跟大家节远 那么节远的好处是什么 节远的好处就像说 类似我在7月21号周报 预告分享的这个 2070的精湛你会看得到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然后呢 留贴图跟燕榔老师做互动 那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像这样子有速度 以及有幅度的一个翻倍底部的标股 好那当然今天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看法还是不变 每当大盘拉回一段 都会有个股 会产生所谓的V型反转 那V型反转经常少得 三五十%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 4583的精锐第二 那么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有所谓V型反转的这个机会 假设你错过了精锐 本尊在一个月内资金翻倍的朋友们 或者说你错过了 4513的福育 5443的军豪 6442的光盛 4510的高峰 在短期内资金翻倍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这一档 4583的精锐第二 千万别错过了 目标70%以上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了 欢迎大家可以加赖进来 小老鼠小A178 那么加进来 跟燕老师做一个留言 4583加上电话 或者是4583加上赖ID 来直接跟上这档精锐第二 好小老鼠小A178 写下来就可以直接留言了 那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我想大盘的部分 那么在今天我的看法 我认为连续攻击的机会 是相对上是蛮大的 我认为相对上是蛮大的 那尤其这个过程里面呢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包括在今天的一个跳空上涨 跳空上涨它出现了一个跳空 然后虽然是压在半年线 但是它也回补了一部分的一个缺口 同时封闭掉这个 9月4号的长黑K线 第一个这个概念它转强了 那第二个呢 主力成本线有拉高 主力成本线有拉高 有拉大距离 这显然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它的气势是形成了 不容易在明天翻黑 或者说就算明天跌 它主力成本线还是红的 这个气势非常强 这个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相当 比较大的一个自信 比如说像你看 它前面这一段涨3000点 它也是有一个主力成本线 拉高的这个动作 那尤其整理这么久之后的 第一个拉高 这个后面的行情不能够小觑 好不好 这主力成本线的观点 再来就是整个RSI的观点 你看 这个紫色的箭头 其实是逐三个低 前两天有跌破这个低点 RSI并没有创新低 其实说起来是应该严格说起来 是有足了四个低 所以这个低应该算是扎实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以这个观点来看 也是相当有利于多方的 所以目前的话呢 你记住一个指数 只要21350 当21350没有跌破之前 仍然有续涨的机会 当21350没有跌破之前 仍然有续涨的机会 所以现在呢 就是一个契机 就是翻倍的一个机会又来了 只要找对股票 只要用对方法 你在这一波当中 我相信绝对会大有斩获 当然如果你还找不到那档股票的 或者你的方法 可能还不太纯熟的 我也欢迎你 那么来跟着彦龙老师同步操作 或者来跟我做好朋友 怎么样跟我做好朋友呢 可以加赖进来 然后留一个贴图给系统 那么系统将来有些好康的 就会来跟你做一个分享 那我想这边的话呢 当然包括在全资股的部分 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大盘的部分A指标的数据没有讲到 我们再来用这个电脑图 来分享一下这个A指标的部分 大盘的部分 其实说真的 它中线上比较大的买点 应该是A指标数据 要再来一次-0.11 就像为什么这一次会谈3000点 因为它就是回撤到两年前的这个-0.09 那么在这个地方-0.11 回撤到两年前的-0.09 接近前低附近才营造了一个3000点的一个大行情 那现在因为A指标数据 你去注意看 它最近的低点是在-0.05 这个地方是-0.05 那其实过去在-0.11跟-0.09 这是一个极端值 极端值它代表的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空间 可能3000点4000点的空间 你看这个极端值都是这样 但是过去的经验当中 它常常就是常态上一个平常的一个常态 大概可能是-0.03 可能是-0.03到这个-0.04之间 -0.04 那么或者说到这个-0.06 或者说到这个-0.05 所以说起来大概常态性的话呢 如果没有利空消息 它应该是游走在一个常态的空间 是在-0.03到-0.06之间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到-0.05 应该可以说它是一个次低点的一个模式 所以你要做多可以 我认为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常态性是如此 那除非有一个特大号的利空 才会再来一个极端值 当然如果说你要等待这个点 我认为其实你在 也是有机会等得到的 那当然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变成你这段时间的话呢 你的资金就是一个假期 没办法做动作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基于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几个观点 不管是包括在这一个所谓的一个K线的观点 或者是RSI的观点 或是主力成本线的观点来看 短期内连续攻击的机会是大增的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这一次翻本的机会 那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投资人 那你就可以等将来A指标数据回测-0.11的时候 你再来操作也可以的 但是这个可能要等很久 好那我想当然重点的部分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一个台积电跟鸿海的部分 台积电还记得吗 我在1080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就跟大家分享 目标价在1050到1065之间 主要是当时A指标数据 还没有看到0.12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先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A指标数据的一个特色 就是最高价当天 最高点附近还没有出现之前 会领先来做预告 因为可以算得出来 A指标数据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0.1 拉到0.12 这个股价是多少 我可以算得出来 好就像这个鸿海一样 我也先预告 我说230以上是高点 这个上眼线234 A指标数据是0.19 不是0.15 但事实上我在这个地方 A指标数据在这个 这个0.1的时候呢 就已经领先可以算得出来 0.19整个鸿海的高点是多少 可以算得出来 最高价当天 最高点附近 可以预算卖点 就像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想知道它的目标价的 也可以加赖进来来留言 我都可以151时的告诉你 那为什么会在812 815当天 好那么直接来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是波段低点 因为A指标数据 负0.13 好这个是台积电的部分 它回测前低的 好那我们电脑图 再来复习一次 2330的台积电 有没有 它当时在这边 是负0.13 是负0.13 对不对 它回测的是两年前的低点 两年前的低点就在这里 负0.12 有标指的位置负0.12 好没有错吧 好那这里也是负0.12 好所以就是在一个 回测到前面低点区附近的 所以A指标数据 它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就是最低价当天 最低点附近会出现买点 但是你说老师那现在呢 现在的位置 A指标数据也是跟大盘一样 在负0.05 那在过去的常态的一个经验里面 它就是在差不多也是负0.04 到负0.07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反弹也是合理的 也是合理 我们图放大来看 它是合理的 所以这边当然短线是可以的 但如果说你是比较保守的投资朋友 你要买进去以后 一报可能就是报个半年以上 都不要去动它的 然后一赚可能就是 赚个400块500块以上的空间的 那个买点在哪里 就在这个负0.13 但是拍摄现在没有 那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点位的 那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呢 你现在可以加赖进来 2330加1 留言2330加1 其实将来只要这个机会点出现的时候 我都会在赖当中 我发文出去 我的系统就会传给你 就会告诉你台积电这个价位 对照的价位是多少 好那当然红海的部分 这个高点跟你分享过了嘛 预算的出来嘛 所以其实我前面一路上都一直坐红海 那到这边 差不多这边开始 我就都没有再坐红海了 一直到现在 那这边我是在 一样是在这个 八月初的一个反弹 163.5那天 因为A指标数据第二次-0.13 我就告诉你要反弹了 果然弹上来 那191还没有出现之前 我就告诉你192不要去追高 就像这个977没有出现之前 提前很多天 我就说980附近不要追高 这个都预算一先算出来的 那现在其实整个红海的部分 比较special的地方 红海的地方你来看 2317的红海 那这A指标的数据 其实是-0.07 其实如果说你长期有看我的节目 我经常告诉你 红海常态性的A指标数据 如果你在-0.07去买都是底部 我讲了很多次 讲了很多次 你看比如说这个 这个地方是在111年 111年这个是-0.05 当时在93 股价是在93 有没有 那你看再隔到这个地方是9月30号 92点多的时候 其实已经来到-0.06了 所以其实红海的一个常态性 它的A指标的数据的常态性的低点 差不多在-0.06-0.08 你看在去年的10月底 92块附近的时候 这个游标值的位置是-0.08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红海整个A指标数据 来到-0.06到-0.08之间 其实你口袋比较深的人 你慢慢去买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红海现在 在前两天的低点 A指标数据在哪里 在-0.07嘛 所以为什么它在今天会涨 虽然最低 最低点A指标数据还没看到 但是它的次低点 常态性的一个低点已经到了 这就是红海的部分 所以你看这个多珍贵的一个看法 大家不妨来 可以来做一个这个 这个咨询 那我想如果你想了解 红海将来最大的一个买点 当然你也可以加赖金来留言 2317加1 2317加1 所以大买点小买点 我们在赖当中都会跟你做分享 好那联发科的部分 联发科今天是收在1155 但是他1160要站上去才会转强 但是联发科的部分 其实我在这边我就告诉你 因为A指标数据有创新低 所以这边可能要留意回撤 果然回撤了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联发科的部分 2454的联发科 联发科的部分你来看 那么过去的一些高低点的一个位积 比如说从这个1468块 为什么打下来 因为你看到A指标数据这个位置 是不是最高价当天了 那最高价当天产生什么现象 A指标数据0.15 那前面是0.16 那这个是用 这个是用1485算的 那隔天来到1500 1500都已经来到前面高点区附近了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概念 所以这个逻辑应该很清楚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看说 那为什么到这个地方 今年的4月份 它会涨这么一大段 因为它数据刷到负0.11 就前面的低点也在负0.11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因为A指标数据 当时从这个 你看从1000块涨到1500块 你看涨了50% 所以A指标数据只要回撤前低 这个最大的一个低点 通常大概少则3050% 它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现在A指标数据 这个负0.2 它为什么反弹 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更低的 负0.2 那负0.2是一个极端值 那现在的话 极端值其实就是要 特大号的利空 那现在所以你看到常态性 大概就是在负0.1附近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在最近 你看最近就是负0.09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 有拉上来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 要做短多是可以 但你 我是觉得因为还有更低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短线来操作看看 当然我想重点 短线操作 你就是要关键价位站稳 所以如果说关键价位 能够站稳在1160以上 它就有机会攻击 那如果你想了解 这个大的买点 也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2454加1 将来买点出现 燕容都会做提醒 好那我想当然重点 我们要赚的是波段的钱 那现在波段的钱 我是比较观察的是像光学股 这个窄板的部分 还有光通讯还有半导体设备 或者是工业机器人 你看像工业机器人 这个4571的军 4571的这个军星 那么其实我提醒过很多次 今天是掌停板锁起来了 我前面提醒过很多次 当然这部分 我等一下第二个单元再来分享 那这边主要来跟大家分享 当冲的部分 你喜欢做当冲 那事实上昨天我也送你4977的 这个重达 今天最低到最高 拉了7、8上来 当然你要做当冲 其实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你要确认成功形态 第二个你要确认关键价能够站稳 这个成功率才会高 所以呢 第一个你来确认 比如说6246的台龙 这是背光模组嘛 你要在K线上A指标数据 它都有一个表态创新高的动作嘛 对不对 那包括1540的这一个 乔府也是一样 它整个A指标数据 跟这个K线 它有一个突破关键K线的动作嘛 就这么简单 突破整个关键K线 所以成功形态有 但是关键价位站不稳 它就会失败啊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6246的台龙 明天关键买点的朋友们 关键价买点可以 加赖进来留言 6246加1 那如果你想了解这个 想了解这个1540 乔府的关键价买点的朋友们 也可以加赖留言 1540加1 但是我要强调 我要提醒 当冲其实风险是非常大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 你不要以为 看我在讲很简单 当冲是很容易输钱的 你如果说有一笔钱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以一个这个流畅的心态来做当冲 我觉得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关心跟提醒 好各位朋友们 当然我想重点 今天这个盘跌了那么多天以后 今天终于上来了 那你可能还是半信半疑 但我相信你应该是比较需要一个 靠得住的 愿意说真话的一个老师的一个粉丝团 如果大家不嫌弃也可以加赖进来 小老鼠小A178加进来之后 留一个贴图来跟叶隆老师做互动 那叶隆老师就在这个地方 知无不远 言无不尽 来跟大家做分享 当然重点最大的好处就是像 2070的精湛 这种底部翻倍标股 你会第一时间看到 好那今天最重要就是 这一个粉丝福利的4583的精锐第二 精锐第二它复制的是精锐本尊 在一个月内资金翻倍的一个逻辑概念 所以精锐第二在这个地方 短期内目标在70%以上 假设你有兴趣想要跟进 这档精锐第二的投资朋友们 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加赖进来 小老鼠小A178加进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拨打广告当中的电话 来做一个索取 可以留言4583加1 或者说可以留言4583加电话 或是LINEID都可以 都可以 好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过去错过的福育 军豪光盛高峰一个月内资金翻倍 或者是精锐一个月内资金翻倍的朋友们 那这一档精锐第二 那么我认为它有V型反转的机会 假设好朋友们你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那么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那么来做一个争取 那今天这档股票目标是70%以上 是最后一天分享哦 欢迎您加赖留言4583加电话 或者是4583加上赖ID 来跟上彦荣老师的脚步 好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就可以做留言了 也欢迎你来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我想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当中 彦荣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那么我昨天跟大家分享 最近跟大家分享 工业机器人概念股的4571的军星 今天有涨停板 还记得我昨天跟你分享的 6442的光盛 今天大气20多元 大涨了25块 其实主要就是逻辑概念 其实也不是在炫耀说我多厉害 那这个逻辑概念 那运用这个逻辑概念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以下这几档股票 现在的位阶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君豪 广达 群创 景硕 长华 光盛 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呢 好那么在此之前先跟大家结缘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赖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加进来之后呢 来跟彦荣老师做好朋友 那么就会得到底部翻倍标股 以及大盘要大标几千点 或是大跌几千点之前 我都会领先在赖当中跟你做分享 也欢迎大家来鼓励彦荣 来帮我按赞来订阅一下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我想在今天 包括如果说你有留贴图进来的 有底部翻倍标股出现的时候 你都会看得到 好像这个2070的精湛一样 你会看得到 好那我想当然重点的部分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彦荣老师在证捐月17年 透过A指标数据的一个认证 知道什么叫低点 什么又叫做高点 那么每一次出现一个低点的现象 少则三五十八 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精神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那甚至每一次出现高点 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去附近 他经常可能在一两个月内 就会让你的资金腰斩 所以这个逻辑概念怎么运作 我们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比如说3481的群状 它代表的是面板股的族群 或者是所谓的散出型的面板股风策 那我们看到在群创的部分 为什么这一段 你看到其实10天左右就涨了25% 这极端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A指标数据回撤前低 显示它是一个相对低点 显示它来到这个位阶了 这叫股价低估的概念 股价低估的概念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呢 你会看到说 整个群创的部分就是出现这个现象了 所以大幅度拉抬一段 那为什么这段压回 因为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 所以它做压回了 所以等同是在这个位阶的概念 这个位阶的概念 所以拉回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 现在的位置 它到底是属于这里还是这里呢 那我们其实主要看A指标 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就可以了 那A指标的数据 现在在-0.07 显然它是接近前面低点区 股价 所以群创的部分 如果你想了解它的一个相对低点的买进价的朋友们 也可以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3481加1 可以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另外呢 2382的广达 它是伺服器代工 上半年每股盈余是7块钱 那这个广达为什么会这样跌下来 这不得了 345万赔掉112万 为什么 因为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 所以对上来这个就是高点 那现在广达的位置你看到 它现在在这里 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广达的电脑图 2382的广达 其实你发现了 A指标你看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啦 它会让你在所有股价的多空循环当中 可以趋吉避凶 比如说你看 这一段 这一段从230涨到345块 你在两个月时间赚了110万 为什么 因为A指标数据-0.13 回测前面的-0.1 -0.10回测前面的-0.13 也就是说 当A指标数据回测前低的时候 股价它就是低点 最低价当天 最低点附近出现买点 这个全市场 你找不到一个工具 所以你说A指标多棒 你只要加入我的粉丝团 或是加入我会员行列 你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机会点 对不对 那拉高之后 为什么这一段 从345块跌下来 跌到多少 跌到233 结果你一赔也是110万 为什么 因为A指标数据在这里 在这里你看到吗 330块的时候 A指标数据已经来到0.15了 其实这里根本就是已经是卖点了 那你说老师这什么 这背离啊 这背离啊 这里跟这里差15块 那再对照这个100多块 你会不会想在这里先跑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判断高低点的方式 所以如何在股市翻针 就最低价当天 最低点附近 A指标数据回这前低你买进 这样就可以赚到110万 最高价当天 最高点附近 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去附近 你可以先把它避开 这110万放在口袋里面 就不用再输出去了 那你说现在的位置呢 好 现在的位置你注意看 现在的位置在这里 A指标数据在-0.10附近 那有没有接近前低 有 但还不是最低 还不是最低 所以如果当然 如果你口袋比较深的 当然你加减买一些 因为有时候大盘环境很好 直接上去 就一去不回头 但如果你资金只有一套 那我们与其这样子 我们就等A指标数据回车到-0.16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 2382的广达的一个 最漂亮的买进价在哪里 欢迎大家可以加赖金来留言 2382加1 2382加1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另外就是3189的景硕 景硕便宜吗 我觉得A指标数据在这里 距离前面还有一段 你说老师今天涨 那今天涨你就要注意 像这种就短线为之 那因为A指标数据距离前面这一段 其实时间 这个价位还差蛮远的 这个打个比方 好比什么 好比在这个位置 好我们用这个图来对比 好比在哪里呢 最低点应该在这里 对不对 好比他可能还在这里 可能还在这里 可能谈谈谈谈谈谈 没有谈谈很高 然后再回测一次 好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个3189的景硕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们 想要了解他最漂亮的买进的朋友们 也可以加赖金来留言 3189加1来索取这个最漂亮的买进价 好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8070的长华导限价 你说老师这个股价便宜吗 我说合理 但是其实并不便宜 便宜在哪里 便宜在这里 39块附近 因为A指标数据回测前低了 好所以呢 这个最便宜 好这个最便宜 从这个40块涨到64块涨幅 差不多有60% 差不多有60% 100万可以赚到60万 那因为A指标数据还创新高 所以这个还 这个说真的 这个也还不是 也还没有结束 A指标数据创新高 它可能是这里 或者是这里嘛 好那或者是这里 都有可能嘛 好主要你只要A指标数据 下一次拉高的时候 没有过前高 它就要回测嘛 好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呢我们来看 在这一个 长华的部分 现在A指标数据 在这边的一个位阶 看起来就是股价是合理 但是其实并不是很便宜 并不是很便宜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它的一个合理买进价的 也可以加赖金来留言 3189加1 3189加1来索取 这个合理的买进价 当然如果将来 A指标数据拉到0.20附近 我就认为这个应该要卖了 当然买点卖点有兴趣都可以来提问 甚至你手上其他的股票 有兴趣的都可以留言 8070 以这档股票长华为例 就是8070加1 好那6442光盛 正是我在昨天所做的分享 昨天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分享 因为A指标数据 没错嘛 负0.12回这前低嘛 这就是我跟你谈到的概念嘛 就类似这里嘛 好类似这里 那当然因为这一个 基本上你为什么这一段啊 这一段你看 一赔250万 为什么 因为A指标数据啊 在555块的时候 我们用电脑图来看哦 好这个地方的408块的时候 在438块的时候呢 A指标数据是不是0.43了 这里其实就是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卖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这个地方营造了一个什么 一所谓背离的概念 背离的概念 强势股 强势股 他盘三个头 A指标数据0.39 0.39 在514附近 514附近 那结果到558的时候 A指标数据又来到0.43 强势股盘三个头 那当他转弱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直接上去吗 他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你要盘三个底 这是我带给大家的概念 他会不会盘三个底 所以如果你要操作光盛 你这次买了 是不是应该先调解一下 这个我也不知道啦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要去行进过程里面 每一天都要去做判断 不是我现在跟你说的算 那我只能说 如果你有赚 然后涨不动要先跑 因为盛房 他来到第三次的 负0.13 好不好 那如果第三次负0.13 价位是多少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们 欢迎大家 现在可以加赖金来留言 6442加1 因为这个 这个很会涨的股票 从我当时 所做的提醒 180块 涨到555块 180万变成500万 所以这个股票 如果第三次来到负0.13 这个不得了 这个一挡就要翻身 但是你现在去操作要小心 那如果有第三次负0.13 这个才是一个很漂亮的点 好 那最后来跟大家谈的是 5443的均耗 均耗是我上次在 这一个 8月2号所做的一个预告分享 那结果涨了一倍上来 那这个的话 因为A指标数据短期 还是有创新高 特别是今天有一个攻击的讯号 有一个攻击的讯号 有一个跳空缺口 那你短线 其实 以现在的一个 一个盘式 你要赚到这个价差 第一个A指标数据要创新高 你要速度快 你就是 第一个 找到A指标数据创新高 再来就是有一个跳空缺口 那跳空缺口 你来看今天这个 5443的均耗的这个走势 他今天在这个走势当中 为什么会有一个尾盘 杀了一个长上影线 因为他要消化 近期 那我们用单图来看 这个地方来看比较清楚 他是不是 有一个跳空缺口 然后他反映近期的一个消化 卖压 卖压 但是缺口他还是在 缺口还没有完全回补 今天开145.5 收146.5 通常这种格局 那么 留下长上影线 有跳空缺口的 隔天还是继续攻的 机会比较大 比较大 那尤其像这个关键K线 其实都沾上去了 包括在整个指标值的部分 A指标数据 在今天也是有创新高的 成功形态有 短线也是创新高的 这就是 我认为5443的均耗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可以关注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如果你对 这个5443的均耗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也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5443加1 5443加1 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ETF的操作 ETF的操作的话 基本上这是我在 这个8月2号 8月5号提醒的 说到做到 我说我要让你赚10% 真的赚10%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它在这个ETF的部分 其实00929 它代表的 其实也是一个中期的 一个其他ETF 其实逻辑概念都蛮像的 比如说 在这个 00929的部分 它其实因为上市的时间 还没有很久 还没有很久 它其实目前看起来 整个次低点的位置在哪里 约莫是在这里 好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0.04 -0.04 A指标数据的一个常态 目前看起来是-0.04 那现在呢 现在是-0.03 但是如果以昨天的下影线来看 正好在-0.04 这就是为什么 ETF在这两天会止跌的一个原因 因为大部分的ETF都是这样子 一个常态性的一个低点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次低点 所以如果你是要存股的 多多少少买一点 算可以了 但是要赚价差的 我就会觉得 可能也许你要去用量价关系来看 比如说我跟大家谈到 就是要两次量缩 前面在这边已经有一次量缩了 今天看起来应该算是第二次量缩 尤其它有一个跳空 类似十字线 所以短线它会供 但是你说价差要多少 因为它不是在一个相对低位阶上来的 可能你要时间来跟它磨 所以短线的部分 我觉得存股加减买一点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 这个真正将来一个月 获利10%的买点 你要等这一个 等这个位阶来 这个位阶如果将来有来的话呢 我会在LINE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 跟大家来做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 00929大小买点的 可以加LINE进来留言 0.929加1 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那当然00929的成分股当中 我们新找到了一档智能机器人概念股的 A指标数据0.23 它有50%的空间 那这个可以免费索取 想要了解这档00929 那么最标成分股有50%空间的朋友们 可以免费索取加LINE留言 929加2 小老鼠小A178 写下来就可以留言了 好 各位朋友们 那么燕楼是希望在这一步的行情当中可以帮助大家 心想事成来实现你的梦想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LINE进来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加进来之后 就可以不定期的看到这个像2070的精湛 这种底部翻倍标股 好 那每次大盘 一旦出现拉回一段 都会有所谓的V型反转标股 就像这个4583的这个精锐一样 一个月的时间就翻转了一倍以上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逻辑概念复制出来的精锐第二 精锐第二呢 目标70%以上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哦 欢迎大家现在就加LINE进来留言 4583加上电话 或者是4583加上LINEID来跟上 彦荣老师的行列哦 好 在这个地方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来 做一个留言的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贴图 就可以看到底部翻倍标股 大盘关键的提醒 也欢迎大家来订阅影片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 时间的关系进行到这 也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